OK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观战方的话是缠炎道的一个龙宫 队战方的话是内坛驱霸主的一个 这个是个方寸啊 队战方这个方寸的话也是有接触过他的一个比赛 然后打的话 还是比较猥琐哈 他是吧 能封 而且 这个还能秒 虽然伤害不是特别高哈 应该不是一个全魔属性的一个加点 而且对面这个魔方寸是有一手分身的哈 也可以变相提高自己的一个生存能力哈 观战方直接拉顺法 伤害有点高 这两方开始轰过来 伤害并不是特别高哈 一般的话 也有可能是宝宝有法防的一个原因哈 一般的话就是吧 这个魔方寸 你要宝宝秒个五千的话 很轻松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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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的王继续秒秒宝宝秒五千很舒服 对待方的这几个宝宝都是带这种高级鬼魂的哈 其实这也就是诠释了 为什么对待方的一个属性会偏偏肉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拖到自己宝宝的一个轮流起 这样的话还是很贱的 幻战方开始起龙战 直接是把幻战方的一个宝宝变成了一只大大海龟 CG竞还是比较强 不过不得不说 这个梦幻西游还是最早的一批召唤兽 是吧比较经典 而且幻战方给对待方的一个人物 是挂了这个雷浪穿云好像是是吧 可以提高对面的一个蓝量的一个消耗 然后而且幻战方秒过去的话 伤害会额外增加30% 也是变相增加自己的一个法伤 对待方直接起了起了这个身似菩蝶 观战方也是没有中招 直接选择召唤 这个身似菩蝶虽然没有反弹重攻 但是起码可以保证 这两三回合观战方是不敢对他的一个人物造成一个伤害的 对待方也就可以保证一个自己的一个输出 很舒服 看一看观战方头铁不铁啊 秒不秒 看一看 好 对战方的一个宝宝虽然是有高鬼魂啊,但是好处呢,他这些宝宝是没有高神的啊,所以的话只要秒的一个伤害足够啊,所以的话他是百分百倒地的啊,关战方的这只配速是神了啊,神的关键,这样的话关战方是吧,可以继续秒出去,关战方继续出。 感觉这把关战方并不是特别好打,其实关战方的这个龙宫在当前玩剑慧PK的这些龙宫里已经算是非常强的了啊,但是没有办法啊,关战方的一个宝宝扛不住啊,而且关战方的话必须得有一只宝宝去破对面的一个分身,要不的话对战方就完全立于一个不败之地啊,因为关战方的一个输出,打对面的一个宝宝只能就是说一个一个的打哈,他,但是对战方 这样的话,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就可以轮流高轨,关战方后排,宝宝起来,但是有高轨魂的一个原因,对战方的一个魔方寸,秒起来特别舒服,再次倒地,这样的话关战方确实很难打哈,下一回合,关战方龙卷在秒出去的话,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可以飞两个,锥子先打控制,关战方这个时候手里所能用的一个宝宝也是不多了啊,所以的话,对关战方的一个宝宝可以飞两个,锥子先打控制,关战方这个时候手里所能用的一个宝宝也是不多了啊,所以的话,对关战方的一个宝宝可以飞两个,锥子先 关战方而言真的是一个挑战啊,好在宝宝绿了啊,要不的话,关战方真的是没有牌可以用,关战方倒地两只,对面的一个锥子倒地,这个宝宝可以自由出手,直接给自己卡大尖,关战方继续秒过来,这个宝宝也扛不了多久啊,直接是被抬走了,关战方也是拉出了孩子啊,哎呦,这个不得不说是吧,这个宝宝也扛不了多久啊,直接是被抬走了,关战方也是拉出了孩子啊,哎呦,这个不得不说是吧,这个宝宝也扛不了多久啊,直接是被抬走了,关战方也是拉出了孩子啊,哎呦,这个不得不说是吧,这个宝� 这个宝宝宝因为野帝天先根据偿被抬走,这个宝宝也扛不了他吧,这个宝宝确实强啊,真的是青的关战方。没有皮气啊 想的话对面的一个宝宝在倒 其实这个宝宝这回倒了的话 其实对战方的后排这两只 这个吸血鬼和这个黑色的一个童子 其实马上就要复活了 观战方的这个宝宝起法房 感觉起法房也没有用了呀 你看复活了 先拿掉是吧 先控制住一只 观战方也没有对面的一个速度快 感觉龙宫这个门派还是打PK的话 稍微有点弱势啊 说实话 你看对面的一个宝宝全是高鬼魂 我靠太脏了呀 观战方现在的话是没有宝宝 可以就是说去破对面的一个分身 这样吧 观战方应该是已经输了 因为这一只宝宝的话 对面是吧 直接控住又秒了 观战方人物给自己卡血 其实没有必要了 对面方直接开始收割了 拉了一个 单挑的一个宝宝 哎呦我的天呐 扯了七千 一手分水 哎呦 染病乱 直接被抬走